那麼最後在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可能還有很多人都還沒有發現 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麼就是debuff跟buff 除了可以疊加之外 他還可以 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今天這一集應該算是相當的精彩 我們今天這一集最主要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24-40的這個通關 那這邊會準備兩個隊伍 一個是主力春莉 一個是主力凱爾 這兩個陣容到底打下去之後 誰強誰弱 大家可以去判斷一下 那我們也會在這一集影片做相當多的分析 讓大家參考一下 好那麼首先我們先來帶大家看一下觀眾的凱爾 他的這個凱爾配上了弱死 還有配上了跟別人借的 跟老王借的這個奶媽 因為他這個賬號啊 一隻奶媽都沒有抽到 那為什麼這邊阿伯是選擇了弱死 而不是選擇電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活動送的這個法老是電屬性嘛 那他加的這個攻擊加的非常的多 所以一定要把他放上來做一個支援位 那就變成說我們的隊伍已經有兩個電了 那如果此時此刻再上一個電狼的話 就變成三電了 哇就很尷尬了 那可能就有人會說 把阿貝爾換掉不就好了 那麼阿貝爾這邊已經有開啟車庫了 所以說不可能會去把他換掉 所以呢這時候上了一個弱死 他剛好就會變成最完美的那個屬性啊 像例如說我們現在缺風他就會變成一個風的屬性 所以說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用 那麼在連招的部分呢 就是必殺技凱爾 連招1Cody 連招2這個奶媽 連招3凱爾 基本上這個弱死是不放招的 因為他這個招式啊 剛好是跟這個Elena有所衝突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整體的表現吧 這個音樂好像要關掉我有講話的樣子 我應該有講話吧 哈哈哈 應該有啦 那麼在一開始我們這個技能要接的稍微慢一點喔 然後等這個 第一次用我們的連招用我們的這個奧義去聚怪 聚完怪之後呢 再開始把這個技能整體接起來 再把這個輸出做出來喔 不然你如果沒有先聚怪的話 就變成說你可能沒辦法一次打到三個人 好在這邊大家就可以看到這個傷害好像有一點暴力是不是 這攻擊只有6萬8 加上那個支援角攻擊是7萬8 7萬8 真的非常非常的噁心 你看這個破甲都疊到10層了 23秒就把他KO了 打的相當相當的輕鬆喔 好再來呢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村莉的部分 那村莉的攻擊基本上已經快到7萬9 那加上這個支援位加的攻擊是加3400喔 所以說最少這個整體攻擊啊是比這個凱爾多上3000左右的一個攻擊喔 但是這個支援角他直接寫加3000多的攻擊 不知道有沒有算到這個加成 所以說整體攻擊力是差不多的喔 基本上如果沒有吃到加成的話 村莉攻擊是多了3000 那如果額外有再吃到加成的話就變成說差不多就變成兩個是差不多的一個攻擊力 那麼在陣容這一邊呢我們連招1的部分就是電狼 連招2是Alena 連招3跟必殺技就是我們的村莉喔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給大家看一下村莉的表現是如何喔 那麼一開始呢我們接招也是接的稍微慢一點 跟剛剛凱爾是一樣的情況喔 就是等這個必殺技到1的時候呢先用這個 奧義去聚怪 聚完怪之後呢再來做一波輸出喔 接的稍微慢一點 斷 好開始接起來 開始接起來 之後呢就可以一直接了 就趕快把這個輸出給打出來 畢竟說這個時間很快就會到了 喔有可能會打到時間到因為真的太硬了 所以要接快一點 斷招 那麼只有第一次必殺技 第一次的必殺技會比較難斷 那麼第二次以後的這個必殺技喔 只要到1就可以馬上按下這個奧義 基本上都是斷的到的 那在這個打這一關因為對手真的太硬了會打蠻久的 這邊的話奧義就推薦說 再多帶一個可以斷招的奧義喔 準備要斷招了喔 準備要斷招了喔 斷 腦絲也太硬了吧 死了吧死了吧 死了吧 阿貝要 OK來給大家看一下現在已經比剛剛的凱爾多打了一個10秒 過了吧 喔 多打一個10秒 好那我們再來做最後一個結論 就是村莉vs凱爾的一個結論喔 凱爾整體來說攻擊力是會比村莉還要差的 為什麼 因為他的這個裝備 他是穿敏捷的裝備嘛 那麼這個敏捷裝備有加暴擊 如果有對應到屬性的話可以加到13%的一個暴擊 但是凱爾沒有 然後這個鞋子呢也會加暴擊 然後又加攻擊又加暴擊嘛 但是凱爾的一樣沒有 也就是說 剛剛的情況下 整體來說基本上這個 凱爾輸村莉的攻擊是輸非常多的 但是他居然可以打的 比這個村莉還要快 到底是為什麼 難道是因為弱斯的加這個攻擊太OP嗎 還是凱爾他本身真的很OP 好再來呢我們來去帶大家看一下剛剛的情況是 大家都是220等的一個情況 那之後再來提升的話 到221等 Lv4 恢復能量有50%的機會可以為額外置身 附加一層傷害提升的效果 不過這個效果基本上很難疊加 通常最多就是觸發一次 所以說 等於說你村莉就是可以一直掛著這個傷害提升10%的這個buff 但是要提升到20%的話基本上蠻難的 好再來我們來去帶大家看一下專武的部分 要成長的話還有專武嗎 那專武的話我覺得 春莉的這個加30的專武效果基本上 沒什麼太大的用處 因為 他是等於說 就是讓你可以提升速度嘛 那之後呢 每次普攻 有100%的機會可以回復150點的能量 但是 基本上你在接招 通常是不太會去用到普攻的 你只要有對手在放技能 或者是你有人在放技能 那其他的隊友 基本上都是不會普攻的 再加上你之後車庫開了 通常是不會缺氣 通常是不會缺 再加上又不太會去普攻 所以說這個真的就 還好 好不好 好再來 我們要怎麼樣去提升春莉之後的爆發性 最主要就是要看這個破甲 看以後會不會出一隻 範圍破甲的一個角色 那麼目前 有範圍破甲的 最好上破甲的人 就是凱爾 就是凱爾 所以說 你要把這個凱爾拿來放必殺技的話 就變成說 你少你的這個春莉輸出就少了 就變成凱爾是一個輔助角色嘛 那整體的這個傷害就會變少 因為春莉就沒有放必殺技了 但是當如果你的這個凱爾 跟你的春莉 兩個練度都很高的情況下 那麼就可以了 那麼就可以由這個凱爾 來丟必殺技 因為相同差不多練度的話 凱爾打的也蠻痛的 所以他丟必殺技上破甲 就可以讓你的春莉 的這個傷害 再更上一層 畢竟跌到10層的話 就可以 增上一個80%的傷害 相當相當的多 好再來呢 我們來去帶大家看一下凱爾的提升 那麼凱爾到220的話 之後的提升 其實提升蠻多的 首先到221等之後呢 他獲得軍刃狀態的這個CD時間 縮短到0.5秒 那這個0.5秒 影響真的是超級超級大 為什麼會很大呢 最主要就是他這個必殺技 他必殺技是先丟出一個 東西 一個飛行物 然後撞擊到第1個人 會產生爆炸 那就代表說 他的這個撞擊跟爆炸 最多最多 你可以一次獲得到2層的軍刃 一次獲得到2層的軍刃 那獲得到2層軍刃 等於說你丟完這個必殺技之後 你接下來的攻擊 就直接無視20%的防禦 好 再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他這個 專屬武器 強到30的時候 他這個軍刃空翻踢的時候 就不會再消耗軍刃的狀態 這個是 超級重要的一點 你們在玩凱爾常常就覺得 怎麼踢踢之後 怎麼軍刃的狀態都沒了 就是因為你每踢一下 你就要消耗一次這個軍刃 去增傷20% 那麼這個強化到30就變成說 不用消耗軍刃 他也可以直接增傷20% 那麼當你這個凱爾完全體的一個 結論是什麼呢 就變成說 他很容易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軍刃 跌到3成以上 那麼跌到5成的時候 你再放這個必殺技 他就會直接丟兩次這個強硬風暴 那麼你觸發這個兩次強硬風暴 還可以再獲得軍刃 每次丟出去 基本上都可以獲得到一個 軍刃狀態 沒什麼問題 主要是還有機會 可以獲得到兩個 所以說 以一個220等的凱爾 還有他的這個專屬武器 他的成長空間 還是相當相當的大 那麼以這個村莉來說 就是剛剛的情況 也是220等村莉 這個專屬美滿的情況下 基本上村莉已經沒什麼成長了 他的成長就 只有這個 就是 有機會可以獲得 這個傷害提升10% 但是週五10%的機會可以獲得 7秒只有50% 所以說要疊上去 這個是相當的困難 很容易就會斷掉了 那麼最後在這邊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可能還有很多人都還沒有發現 但是可能也有很多人都知道了 那麼就是 底buff跟buff 除了可以疊加之外 他還可以 讓你的 第一次的buff刷新時間 刷新他持續的時間 剛剛為什麼 我們的這個破甲可以疊到10層 最主要就是 他這個第一次破甲丟出去之後 他可能在14秒的時候疊到第2層 那第1層的這個存在時間 直接刷新 就變成說 他就只看第2層的刷新時間了 那麼 在第2層的刷新時間快到了 剩下14秒的時候 你再上第3層 直接又變成第3層了 那他第1層跟第2層的這個存在時間 直接在刷新 所以說 這些底buff跟buff疊加上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很好 很容易就可以疊上去了 好那以上呢 就是阿貝分享給大家 參考的一些數據 還有一些重點 那麼 究竟 凱爾跟春莉 之後誰的發展性會比較好呢 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 留言討論 那麼 至於說你 練了這個春莉 或者是練了凱爾之後 有後悔的話 基本上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以後需要2隊3隊4隊5隊 再不然的話 你也可以讓他拿去 當做一個這個 結義的對象 就是這個 傳承的對象 所以說不用太擔心說 有沒有什麼浪費的地方 反正兩隻基本上 都有一定的強度在 好那阿貝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啊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貝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 好誒 誒在這 超爽的 看起來超爽的齁 通行無阻啊 各位 誒 接過 接過喔 直接飛起來誒 太酷了吧 打寶寧球是不是 開對車了 開對車了